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Denise 你好我是湘君 今天的这个新闻线呢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要先带给大家的 因为今天是星期三嘛 要报油价 是而且刚刚说到好消息 这个油价当然就是跌的啦 真的而且我觉得啊 再看一下这个上个星期 跟这个星期累积掉的这个数目呢 大家可以开始去吞油了 没错因为掉的这个幅度 其实还挺大的哦 来看一下新的一周燃油价格呢 是全面下调的 根据贸销部的宣布呢 RUN95和柴油 每公升的售价呢 就是下降6仙 而RUN97就下降7仙 新的价格分别就是 RUN95每公升的零售价 是2017仙 RUN97的零售价格是 2043仙 柴油则是2013仙的 所以呢 今天大家可能先不用 那么紧张去添油了 VBC视频显示 华人捞声捞满桌 国际网友批评 这是浪费糟蹋食物 虐死女佣的案件 有新的突破 而只呢 转成污点证人来指证母亲 而母亲被控谋杀 这些都是假的 国会并没有解散 SBM历史科17万人 不及格也是谣言 全球的网速榜4G排名 新加坡排名第一 而马来西亚列入了 20个最慢的国家之一 好吧 这就大家心中永远的痛 真的 因为说起这个网速 像是每一年呢 都会有类似的一个调查出现 可是每一年 马来西亚的这个成绩啊 好像都不是很乐观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 马来西亚在4G流动网络的网速 在这个调查呢 是有88个国家和地区当中 属于网速最慢的国家之一 这一个调查呢 是来自英国流动网络测速机构 叫做OpenSignal的这个调查 就发现到说 马来西亚去年的4G平均网速是 14.83Mbps 是20个网速最慢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那虽然在5年前提供4G服务的时候 那时候马来西亚就有承诺说 这个网速会达到100Mbps 可是呢和邻国包括了越南 文莱和缅甸相比之下 其实马来西亚的网速 还是比不上人家的 对刚刚越南就是去到了21.49Mbps 我们是14了 那最差的来看一下缅甸呢 缅甸有15.56Mbps 不过呢如果说起来呢 这些东西还是要有一点斤斤计较 才会有进步 因为呢跟前年的14.35Mbps 那相比之下呢 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去年的平均网速呢 是有增加一点点 嗯增加多少呢 就从14.35Mbps去到现在是14.83Mbps 所以44跟14是有差的 对没错 他是高居全球第一名 那排在第二的呢 就是去荷兰 挪威是第三 接下来就是去韩国了 也就是说如果只是邻国的话 你以后就要上网的话 要比一下网速 我们就伸一只手出去 就是如果你是在新加坡那边工作的话 你要到夺西 到夺完了才过来 对就不用浪费时间 就不能这么辛苦的在等了 对不过呢 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呢 另外三个东南亚国家 包括也是邻国 泰国菲律宾 还有印尼的网速 其实也是很慢的 而辽国呢 是完全榜上无名 那这个OpenSign呢 最新的全球报告 是根据说去年 第四对88个国家和地区呢 就进行的这个排名 看到这个报告就说 即使呢 这个排名很高的国家 这个4G的网速 也没有很大幅的提升 还没有达到45Mbps 意思是说 大家都是其实 归宿的在前进 也不是我们的进步慢 大家都进步都不大 这样子 这样子比较好一点 对感受不错 那另外呢 无论如何 这个报告有说 全球拥有4G服务的国家和地区 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是在稳定的扩散当中 所以大家都是有在进步的啦 那虽然呢 马来西亚这个4G呢 是没有很稳定的扩散 可是呢 这个富豪却是越来越多 这个财富是稳定的扩散中 因为看到说南洋商报 就指出 我国去年 这个经济呢 超出了预期 所以马来西亚这个企业富豪的 身价也是大涨 那你看一下 一年一度的这个前40大的富豪 他们的身价在去年呢 是增加了 听清楚 636亿令吉 对 亿啊 不是万 是亿啊 就是这40大 而刚刚有说嘛 去年的经济超出预期 普通老百姓去年 我们最多的在谈什么 经济不好 就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个经济不是不好 但是可能我们没有feel到 来看一下排在第一位的 马来西亚首富 依然是郭鹤年 增加将近500亿令吉 单单是在就是去年 就是比起2016年 他增加了超过100亿令吉 从2016去到2017 这一年的时间 他赚了100亿 没有万也没有钱 就是100亿 100万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 对不对 那排名在第二的是云顶集团 林国泰 他就坐拥238亿令吉 其实跟第一名是差了一半 一半的 超过一半 那第三名就是大众银行 Public Bank的掌舵人 郑鸿彪 他的身家是215亿令吉 排名第四的就是 IOI集团的李申敬 而第五的呢 就是明顺的老板 阿南达啦 那刚刚就是说到 马来西亚的这个富豪嘛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眼光扩散到去 远一点去看全球的 财富研究机构 New World Wealth呢 最近就发布的 这个报告显示啊 全球最富有的十座城市 有一半呢 是在亚洲国家的 那其中呢 中国就有包括上榜的 就是有北京啦 上海啦 还有香港这三座城市 虽然杭州是没有进入 这个十座最有钱的 这个城市里面 但是呢 它就是中国财富成长 最快的一个主要城市 对那看到这个 New World Wealth的 这个报告呢 是根据各个城市 居住人群 所拥有的这个总财富 来选出 选出全球最富有的 15个城市 那看到这个统计呢 纽约是以 3兆美元的 私人总财富 是排名第一 伦敦呢 就从上一次的第一 滑落到第二 那东京就是排名第三 为排名最高的 这个亚洲的城市 嗯 这里还特别提到说啊 这个阿里巴巴总部 所在的杭州 虽然它的私人财富总额 只是4251美元 挤不进这15大的排名 但是从成长的速度来看呢 杭州是中国财富成长 最快的主要城市了 嗯 那在整个榜单里面呢 北美是有5座城市上榜 就包括了纽约 旧金山湾区 洛杉矶 芝加哥 还有多伦多 那亚洲呢 就有刚刚提到的东京 北京 上海 香港 还有新加坡 孟买等等 6座城市是上榜的 那欧洲呢 就只有3座城市上榜 就包括了伦敦 法兰克福 还有巴黎 所以说到 就是你要怎样累积财富呢 省一点用 不要浪费 这个我觉得很红海 我们应该是蓝海一点 想办法赚多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 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说 一直存钱没有用的 你要想办法去扩散 怎么去赚钱 把眼光放阔一点 对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就觉得说 这些真的经济太好 好像也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呢 我觉得还是开心一下 因为明天呢 是农历初期嘛 对 人日 大家都会称这人日呢 就是我们老生 对 那今天我们的现在卧 是有关这个课题 好啦刚才就是心仪那么辛苦 大家要去浪费 这个就是因为老生 很多人觉得是浪费 虽然我们过这个新年啊 尤其是我刚刚才知道 原来老生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原来是马兴华人的 一个传统习俗 所以是南洋的一个特殊的习俗 对我觉得 马兴的华人 把很多东西都发扬光大 然后可能有自己创造一些 比较本土化的东西 其实蛮有趣的 结果这个老生的习俗呢 最近就看到国外很多媒体批评 我们是在糟蹋食物 真的 因为你看到说 在老生的时候 大家都会捞蛮高的嘛 那最近就有一个视频 就有看到说老生 那结果呢 就人家就批评 就这个其实是在浪费食物 可是你觉得呢 就是如果你看到 满桌都是的话 那如果你是觉得说 真的是浪费的话 你可以点选LINE 因为呢 捞完很多就掉在桌子上 没有人 就没有办法吃完它 对 那如果你点选哈哈这个emoticon 就是说 只是个别人事的夸张 捞声行为 不是习俗的错嘛 就个人的品格问题 那如果你点选Wow的话 就说 不论是不是浪费呢 这一个习俗 还是需要去保留的啦 那我有点难过是 我今天还没有捞声过 一次都没有 我们会约你 不然你自己好像是 很人缘不好啊 我们明天可以捞一下 所以呢 就是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可以上到988的 这个官方的FB去投选 这个官方的FB就来不动呢 这个官方的FB就来不动ト